由天台山日记后 人生年3月14日从宁海县骑马出发 走了45里在岔路口住宿 岔路口东南15里为桑州市 是去台州府的路 西南10里到松门岭 是进天台山的路 15日度过水母溪 攀登松门岭 越过越爱山 一共走了30里 在金竹岭安吃饭 这里是宁海县和天台县的分界处 登山岗30多里 一路上空无人烟 从前的弥陀安也荒废了 下了一道岭 在幽深的丛山中找到一户农家 煮茶让我们坐在石上边 又走了十多里 翻越山岭进入天峰寺 天峰寺在华顶峰下 是天台山最幽静的地方 下了马和僧人吴徐一同登上华顶寺 在静音河上的房中住宿 这天晚上月光十分明亮晶莹 华顶寺距离峰顶还有三里 我趁着月光独自上顶 雾登上东边的望海尖山峰 往西转 才找到路登上华顶峰峰顶 返回到华顶寺时 已经一更多了 十六日五更夭时 趁着月光登上华顶峰 观看日出 衣服鞋子都湿透了 返回寺中烤干 顺着华顶寺右边翻越一座岭 往南下石里 来到分水岭 分水岭西边的水从石梁流出 东边的水从天峰寺流出 沿着西水往北转 水渐渐深了 岩石渐渐抖了 又走石里 经过上方广寺 到达潭花亭 观赏齐历的石梁景观 仿佛第一次看到市的新奇 十七日 仍然从分水岭出去 往南走石里 登上查岭 查岭很高 和华顶峰 分别形成南北界线 往西下到龙王堂 这里是各条道路交汇的地方 往南走石里 到寒风王 又往南下石里 到银帝岭 这里的智者塔已经被废弃了 往左转 进入大碑寺 寺旁边有块岩石 传说是智者大师的拜金台 寺里的僧人横汝 为我们做饭吃 于是分出行李 让其他人从国庆寺下到天台线 我和族兄徐仲昭 便得以青庄往东下高明寺 高明寺是无量法师重简的 寺又有幽西 幽西两岸有圆通洞 松峰阁 林响岩等风景名胜 18日徐仲昭在圆通洞坐着 寺里的僧人带我去探寻奇异的石笋风 严幽西往东下 来到罗西 速流往北上 两岸悬崖翘时耸立 树梢 牙顶上瀑布纷纷 踩着牙石 严溪流前进 七里 山栏曲折环绕 溪水顺山是往下卸 已经到了石笋风底 抬头却看不清石笋风 因为右边的牙壁挡住了视线 从牙壁边的缝隙中穿越而下 反而走出到石笋风上面 于是看到一块岩石矗立在山溅中 溅中的水往下冲到岩石根部 然后腾空而起形成瀑布 也是一处水石奇异的盛景 沿着溪水往北转 两岸的牙壁越来越陡 牙壁下面有水汇积成潭 这就是罗石潭 上面牙石壁立 而下面则深不可测 从牙石侧边攀圆悬挂的藤条而上 盘坐在牙石上远远地看罗石潭内 潭上的石壁从中间分成四块 裂系像交叉的道路一样 而潭水往裂系下流 看不到潭的边际 最里边的两块牙石上 横嵌着一块石头 很像悬空的桥梁 横石内瀑布从牙石上坠落到潭中 瀑布的高度和石梁相等 四周山崖层轮叠杖盘绕硬衬 可望而不可及 这景致却不是石梁风景所能比的 听说上面有仙人邪的名圣 在寒风网的左边 翻过岭就可以去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没去城 返回松风阁休息 二十日到达天台县 到四月十六日 从燕荡山返回来时 才便有了天台山西部的盛景 往北走七里 来到赤城山路 抬头仰望 一层层红色的山崖 山顶上挺拔的火塔 突立在层层云霞和茂密的树木中 往上行一礼 来到中岩 岩上的佛寺重新修过 不再像从前那样破旧衰败 此时我急于去穷台 双望 来不及再攀登上岩 于是往西越过一座岭 沿着小路走了七里 出道落马桥 又走十五里 往西北来到瀑布山 从左边登岭 走五里 登上铜摆山 翻越山岭往北走 看到有一片平地 平地四周群风环绕 仿佛是另外开辟的一块天地 红柏宫就位于这片平地正中 但只剩下终殿了博仪 书齐的两尊石像 还存放在幼石中雕刻风格古朴式 唐朝以前的遗物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道士在这里住了 一群农民看见有游客来 都停止耕种前来讯问 于是拉住其中一人当向导 往西走三里 越过两座小岭 下到层叠的山崖中 就登上了穷台 一座山峰凸起来俯瞰深坑 三面都盘绕着陡峭的崖石 崖石右侧的溪水 从西北边万山之中直冲峰下 这峰明百丈崖 崖底的溅水流到穷台脚下 一池清水又深又绿 这就叫百丈龙潭 百丈崖前又耸起一座山峰 犹如柱子似的高高耸立 高度和四周的山崖相同 这就是穷台了 穷台背靠百丈崖 前面则和双烟对峙 层叠的山崖向外环绕 穷台四周没有任何一步步 登穷台的人要从北风旋坠而下 越过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傲山脊 在攀原树枝 抬头往上升登 完全是在陡峭的岩石和流沙之间攀登 而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顺着穷台边缘第二次攀爬过去往南下 有一块凸起的岩石 岩石中间凹陷进去 如同专门雕琢披霄的神丸一样 取名仙人座 穷台的奇异之处 就在于玄空在十分陡峻的鹤谷中 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树木 双烟也是穷台外围之中和穷台对峙的山崖 不从剑底再上 也不能登上去 回想起二十年前 我和云峰和尚一起从桃园过来 素双网的外溅而入 没能深入穷探这里的神奇奥妙 这一次才得以从崖顶上俯瞰 高处深处的景色都没有遗漏了 在同百宫吃饭后 仍然下到山路 往南顺小路走 度过溪流 走十里 出到天台县 观岭的大路上 又往南走小路 在狭窄的山峰中走了十里 小路左侧有一座山峰 像天柱般高高耸立 兼后才知道明清山着 又宿南边流来的溪水 走了十里 在平头潭的旅舍住宿 十七日从平头潭 往西南行巴黎 到江思陈家 度过溪水往左走 又巴黎往南转进山 登了两座小岭 又走六里 在盘绕回环的道道溪水之间 呼见岩石高高耸立 南边的就是寒岩 东边的就是明岩 让仆人朝前快走 到明岩寺做饭 我们一行人则往南去寒岩 道路左边全是斗崖盘绕排列 崖中有一个很高大的洞 洞前蹲伏着石兔 石兔的嘴和耳朵都是完整的 道路右边则是大溪曲折环流 当中凸起一块岩石形状 像举着的盖子 我心里感到很诧异 进入寒岩寺后 向僧人询问龙须洞 灵之石 就是刚才所看到的洞 石了 寒岩再寺背后 岩上的洞 红尾宽敞有余 小巧玲珑不足 从洞右的一个洞穴上去 关缆雀桥后出来 顺原路走一里 往右进入龙须洞 道路被荒草 荆棘所遮蔽 往上攀登一里左右 犹如上了九重天 龙须洞顶圆 明亮空阔 洞口斜靠着一块岩石 很像雁荡山的石梁 只是石梁顶上有泉水 从正中飞洒下来 和宝贯寺的芭蕉洞 好像同出一辙 下山仍然走到原路路口 往东宿小溪而上 往南转进明岩寺 明岩寺在岩石正中 四面施压环绕 只有东面八寸关 有一条线一样狭窄的通道 寺后的山洞 景物美好的地方不止一处 洞又有石笋突起 石笋虽然赶不上灵芝石 那么雄伟 但形态也是很得体 很精致的 饭后顺原路起码 即行三十里 返回平头坛 又往北走二十五里 渡过大溪 就是从西边关领过来的路 这里名三毛 又往北走五里 越过两道小舰 直达北山下 到护博寺中住宿 十八日早晨 急着赶到桃园 桃园在护博寺东边二里处 往西距离铜百宫 只有八里 昨天游览铜百宫时 留下桃园 作为返回去登万年寺时 顺路游的地方 所以先去寒盐和明盐 等到了护博寺 才知道护博寺西边有秀西 沿着秀西进万年寺 还可以观赏九里空明圣 于是又专门奔赴桃园 刚从建口往里走了一里左右 便到金桥潭 从金桥潭往上走 两边的山挨得越来越近 苍翠的绝壁 弯笼高耸的悬崖 层层叠叠 曲折盘绕 一条溪水从中穿过 速溪流而上 转了三次 走到溪水尽头 树丈高的瀑布 从左边的悬崖上 冲泄到溪中 我从前来到瀑布下面时 道路断绝 不能上去 抬头仰望 弯笼的悬崖 支立在北边 溪流左右两边 双鬓等众山峰 妩媚的簇拥而立 山中的云雾和清脆的树木 互相交融 几乎让人不忍离去 这一次忽然从右边 牙石间的荒草丛中 找到一条石块堆砌的小路 于是来不及招呼徐众招 冒雨拨开荒草 惊激而上 一级级石阶走完了 又堆砌石块 横接栈道 登到左边的牙石上 便出到瀑布上面了 又速瀑布水深入进去 直达北沿下 溪水 石阶都断了 两股瀑布从岩石左右分流而下 遥望岩石左边 还残留有石阶 纵使街上走过去 则是从前堆砌石块 搭桥的左瀑布上面 桥已经断了 不能过去 遥望瀑布上游 从东北狭窄的崖壁中流来 避凤窄的如同一线 可以踩着水流而入 估计里边的景物 比不上右边岩石的瀑布 于是返回去 从大石块中 往西北方攀登 到达峡窟下 看到一个十分阴森的深潭 四周的崖壁直逼峡底 无路可以攀远 只能从潭中往西远看 见石峡里边还套着石峡 瀑布上面另外悬挂着瀑布 潭水全都从西北幽暗的山中流来 流到这里后 乱纷纷地坠落在 曲折盘旋的悬崖峭壁上 在雾气和阳光的眼映之下 呈现出岩石欲飞的景色 过了很久 返回去 出到层层瀑布下面 徐仲钊因为没找到路 正独自坐着观赏瀑布 于是一同返回护国寺 听说桃园的溪口 也有路上到慈云寺 通源寺 再去万年寺 路程较近 只是因为秀西风光独特 所以饭后仍然取道去秀西 往西行寺里 往北转进溪水流域 素溪流走了三里 渐渐地转向东走 这里名九里坑 九里坑尽头处 有一股瀑布劈开东崖 往下坠落 上面乱风森林般的耸立 没有路通上去 沿着西岭攀登 绕到瀑布北面 回头观看瀑布背面 两块岩石像门一样插力在那里 里边有龙潭 又往东北攀登树里 越过岭 山中忽然劈开一块平地 五座山峰围着平地拱立 中间是万年寺 这里距离户伯寺有三十里 万年寺在天台山的西径 正好和天风寺相对 十两瀑布位于两寺之中 万年寺中古山很多 在寺中吃饭 又往西北走三里 翻越寺后的高岭 又往西攀登陵角十里 于是到腾空山 潮牛枯岭下去 三里到达山脚 又往西越过三道小岭 一共走了十五里 出道绘树 大路从南边深来 看到天母山在内的众多山峰 都已经穿越而过 以为绘树就是平地了 又往西北下了三里 山水渐渐绘成溪流 沿着西岸走五里 在班主的旅社住宿 天台山的溪流 我所看见的有 正东面的是水母溪 茶岭东北 滑顶峰南边 有分水岭 不太高 水母溪往溪流 形成十两瀑布 往东流过天风寺 绕着摘星岭往东流 流出松门岭 从宁海县注入大海 正南面是寒风网的溪流 往下流到国清寺 和四东火龙的水会合 从天台县城溪流入大溪 国清寺东边是罗溪 溪水发源于仙人邪 往下坠入罗之潭 再流出去与幽溪会合 从县城东南流入大溪 东边还有曹溪等水 我的足迹没有去到 国清寺的溪边 大的是瀑布水 水顺着龙王堂往溪流 流过铜百山时明女缩溪 往前流经三个水潭 然后坠落下去形成瀑布 是清溪的上源 再往溪边还有穹台 双网的溪水 这溪应当是发源于万年寺东南 往东流过罗汉岭 注入深坑而会集成百丈崖的龙潭 潭水环绕穹台流出和清溪会合 再往溪是桃源的溪水 溪水上游有双重瀑布 东西交汇而流 源头应当在通源寺左右 没能穷究 再往溪边是秀溪水 秀溪水发源于万年寺所在的岭 往溪流下去为龙潭瀑布 再往溪流为九里坑 流到秀溪后往东南流去 各条溪水从清溪以溪 都往东南注入大溪 另外 正溪面的观岭 王渡等溪流 我的足迹也没到达 从这里再往北有会树岭的各条溪流 也是正溪面的河流 往西北流入新昌县 再往北有福溪 罗牧溪 都发源于天台山北面 然后往溪流 汇城新昌大溪 也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